香港近年有不少新发展区落城 位于将军澳的日出康城为其中之一 2009年预金有多个屋苑分别落城并入伙 认成小社区 位最近有网民表示 居于康城的居民性格特别差 形容为摆出高高在上姿态 引起网络上众人热议 有网民在连登讨论区上 以发不发觉住康城的人特别格衰为题 分享对康城居民的感觉 该网民写道 女的嫁入康城以为自己非常之头变凤凰 由公屋妹摇身一变为中产丝奶 看不起人 男的以为买了层康城楼就进身中产阶层 幻想自己住紧40年前的太古城 高高在上被恐朝天 该网民亦指自己观察到 康城居民在繁忙时间经常 撞开月台的人赶上车 又指康城人 繁忙时间撞开月台的人赶上车 如果不是下一班等到天方地老迟到被老板骂 近日亦有康城业主看淡后市减价沽货 中原地产将军澳都会帝分行经理黄士斌旨 市场最新录得一中日出康城一旗首都二手沽货 单位为三座低层的市室 实用面积680方尺 熟三套房设计 望东南山景 单位原开价910万元 现大减232万元 接近两成半 以678万元脱手 折合实用尺价9971元 跌穿1万元关口 创两年新低 据息源业主于2019年以780万元扣入单位 持货予三年 属SSD松绑货 现沽货帐面涉样102万元 连同洗肺计算料涉予140万元